现在是报道 好 刚才我们报道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定于8月14号发表纪念二战中战 70周年的谈话 谈话是否包含道歉内容 引发日本国内以及周边邻国的高度关注 下面我们电话连线东京的 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杨中美先生 杨先生 你好 你好 杨先生 有关安倍谈话是否包括道歉的内容 目前各个媒体的报道不甚一致 有人说谈话包括了深刻反省和道歉的内容 但也有报道说只深刻反省 但是不道歉 杨先生 请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这个问题报道的最新进展 我觉得安倍 首先他会在8月15号以前 以那个这个解体的通过的一个形式发表谈话 而不是以前强调的个人谈话 这是他比较向前迈进了一步 但也给他自己有了一定的说不力量 因为他如果作为个人谈话的话 比较自由度就大 可能就是会比较发挥的空间比较大 离开原来的谈话的主题就比较容易 但是在这个8月 他可能在8月会 但是会采取在8月14号 而不是15号发表 最近的这个一系列的报道 已经肯定了这样一点 就是说不在以往的 总长的8月15号发表谈话 那但是我觉得他在谈话的内容当中呢 关于人民统治和亲烈 亲烈这个词言呢 他会继承春山和小泉谈话的精神 充分的反映出来 但是对于是否要进行真诚的道歉 他可能还在犹豫之中 至今没有很明确的表态 但是从周边的邻国的这个谈话的形式 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意向来看呢 他很可能在最后的形势 不让人的情况下 可能会做一个有道歉形象的这个谈话 今天这个和安倍比较关系良好的这个多卖新闻 测入了这样一个消息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点 他毕竟形势比人强 如果他不进行真诚的道歉的话 本来就很糟糕的周边关系呢 可能会更不好 那么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 再说安倍的在国内呢 由于通过安保法呢 民意的支持度也有下降 他可能考虑到民意和自政党的 公民党的态度等等 我觉得他会有所进步的表现 好的 那么杨先生 为什么道歉呢 就这么难 按理说呢 日本作为二战侵略国家 给周边邻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那么说句道歉呢 是天经地义的事 为什么在日本 在安倍首相那里 这个问题就如此敏感呢 杨先生 我觉得呢 他一个是他认为 日本呢 在战后七十年 以自己的这个 积极的和平主义方式 就是和平列国 专授防卫的政策呢 已经对世界和平 做出了贡献 而且自己呢 也迎到经济的发展 同时对这个 邻国呢 也表示了很长 多次的道歉 但是往往有一些问题 那么又引起这个 在历史问题上呢 还是没有得到 邻国的谅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有一种个人的 他也不是个人 是目前日本社会的 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呢 还是有所抬头 他认为就是 我们可以不顾 我们已经对历史 做出了一个真诚的 一个结论下的反应了 但是如果这样 继续道歉下去的话 为这也是一个 没有尽头的 对我们的子生后代 也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要展开新的历史一页 那么来表明 日本的前进的态度 所以他呢 面对中国 韩国的强大的压力呢 他冷然认为 应当做一个历史的区分了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转折点 好的 他是这样认为的 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杨先生 如果安倍在谈话中 表示了反省和道歉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访问中国了 他会不会参加北京 举行的九三大阅兵 或者北京会不会同意他 选择其他时间 来访问中国呢 杨先生 我觉得是不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一个呢 他这个是在这样一个重战 这个反热 反法西斯的纪念事上 他没有这样一个勇气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我觉得他在这个 对中国方面 对日本的态度 在这个 在习近平的讲话当中 会不会对日本作性批评 他也没有把握 他也没有把握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是批评的话 他也参加了 那会脸面丢尽 那么另外一点呢 像韩国也可能去参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呢 他去的可能性 几乎是没有的 好 我们感谢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杨中美先生 本来就是 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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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5 30 谢谢大家